今天是农历二月初四 送别亲朋好友是我们人生中常有的经历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 送别人也被别人送 幸之所至还得写写诗 所以送别诗是古诗中的一大类 估计最知名的送别诗得算李白的 送孟浩然之广龄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首 王昌龄的送郭思仓 送郭思仓 诗人要送的人是郭思仓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他的职位是私仓 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员 这个官员职位不高 初中的时候学语法 我当时非常难理解 私机为什么属于动词加编语的结构 后来大了 慢慢理解了 主要是弄明白了 私在这里是一个动词 表示管理的意思 私机就是管理机器的人 这种结构的词挺多的 私机 私马 私农 还有我们今天遇到的私仓 都属于这一类 这首诗说的是 春天的一个晚上 在淮水边上 送别郭思仓 月光之下 水面碧绿 波光映照在门上 我很想再挽留一下他 奈何他行期已定 马上就要出发 只有天空中的这一轮明月 能随他远去 而我 对他的思念 就如同这春潮一样 奔流不息 角角明月 滚滚春潮 没有感伤 只有深情 诗里的良愿 意思是好官吏 这里指的就是郭思仓王 愿的本意是辅佐 后来成为副官 或者官府属员的通称 王昌龄留下来的诗歌 不算多 但经典却不少 写编赛诗 他留下了初赛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这样的句子 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背的 写送别诗 他留下了 洛阳亲友如香问 一片冰心在玉湖 这样的名句 写归院诗 他还能写出 归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墨头杨柳色 会叫夫婿 密封侯 经典 真的是跟数量无关 一个春夜里 从淮水边上 踏上旅途的郭思仓 因为有了王昌龄这样的朋友 而被我们记住了 如果人生中 不得不有别离 那么希望别离的时候 会有一位 挚爱的好友 可以告别 也会有一首 深情的诗 可以相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